来看微博对阵 Gia的第三局上半场地图是红教堂 怎么说呢 就给大家讲了 就是为什么就皮皮 我跟大家讲上来就讲了 他会拿一个邦邦 其实很简单 邦邦的稳定性要比雕刻家高 他要是先上场 他又不知道后面会打什么样子 那我万一拿个雕刻家 这边被你一波对吧 牵制起来了运营起来了 万一打个三跑对吧 不是得不偿失 我选个邦邦宝平 宝平了以后呢 有机会你来救了 那我多抓 对吧 你不救或者你救的好 我没机会 宝平的话 皮皮的帮帮的熟练度够 宝平难度 虽然说这刀阵容 前期抓人会难一点 但这刀阵容有个核心问题 就是你抓昆虫的话 修的也慢 还是大概率是一个平局的 然后后面的话就看自己队友了 队友实在不行 保个平加赛了 是不是 今天反正也已经是拉满了 第一局就加赛 看上这边 最好的话 我觉得还是抓昆虫啊 或者是抓那个 就是中间核心的那个教堂以外的祭司 他需要把一个又就是在点位上面架住祭司 那可以抓 祭司一旦到了中场其实很难抓的 这边的话蓝色还要狗一波 这里有一个护臂的 一个护臂跳走 应该是再逼一个护臂 然后传送 差不多10秒钟嘛 脆火亮了 诶 这边是 那可能要抓佣兵了 这边补一个炸弹 炸一手 半状态 这刀没冲上 因为这边吃到了这个炸弹伤害 那就没有 脆火了 蓝色这边点的是个单弹 单弹 佣兵 穿一个洞 辅助都都打好了 拥兵手里还有一个护臂 一时半会儿的话 没那么快能击倒 但是穷者因为前期要防一手帮帮的传送 其实他们机子也没怎么修 所以还行 这边的话蓝色很漂亮 一个护臂跳掉 然后不吃这边的炸弹 再往窗外一翻 这个的话吃炸弹也得翻 吃炸弹也得翻 就是我宁可吃炸弹 我也不能 对吧 就是这边被你距离拖近了以后 去吃你一个实体刀 然后这边拉到一个死角 还行 局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五五开 五五开 这边阿东还帮忙下个板子 这不会要去追祭司吧 这里看见佣兵的话 应该是追佣兵了 不要追祭司 追祭司 这边昆虫一顶 祭司的话一颗雷 遥控雷友 还行 哇 这皮皮 也是顶啊 这也要抓祭司 遥控雷不 漂亮 但这波换挂 因为你抓一个佣兵 虽然说屁股够铁蛋 他没有二六能力 但祭司的话 如果待会野人配合着昆虫一波搞 祭司现在手上就有一个洞 而且这大老师给了一个50%的四抓 我觉得皮皮有赢面 就这边来救的话 他打一波双倒是有赢面的 而且手里面有传送 第二波节奏可续 但是你说四抓吗 我觉得大老师这边颜值上早 哇 野人这边看一下怎么救 还是说卖掉不救 好像是想卖掉不救保瓶了 想卖掉不救保瓶 卖掉不救保瓶的话 因为这边又没被通缉到的 皮皮手里面是有一个传送的 野人齐猪 绕 外面的机子差的蛮多的 差的蛮多的 这个局三抓应该是有 有机会 但是四抓的话目前还不好说 看这波防守了 这波防守应该是救的好 能救下来吗 直接扯 扯下来有薄命 拖一轮 这边想追个双倒 祭司这边走 好 这波能多拖20秒 看一下傭兵这边 能不能去补一波状态 翻一个道具了 他们需要跟皮皮去打一个持久战 昆虫这边的话 可以就是虫子来封一下 这边的这个传送点 然后让你传的 剩下的佣兵一定要补一波状态了 这个佣兵是不能在密码机旁边出现的 落地传送落地秒的 佣兵这把就是一个保三针四了 就全者这边真的要保平的话 就风险很高了 看一下这边 主要看佣兵 因为这边皮皮往前走 野人这边吼了一嗓子 吼了一嗓子 然后野人往前顶来掩护一手 佣兵撤离 佣兵的话可以到四号机那边去翻一个箱子 如果能翻一根针就更好了 这边有足迹 好像看见了 这波这个足迹都让皮皮看见了吗 真的刚才就是那么轻轻的一撇 撇到了这边的足迹 这也能看见 这涂黄的势力 岂是我等凡人可以来 现在的话我们算下机子 这边机子 好像野人得压一波 昆虫来救 昆虫来救也不好救啊 他这里的话单人来救其实风险很高的 野人来救也救不下来 皮皮当时那波没去追佣兵 追这个祭司真的 一高人胆大 一个对吧 四分之一状态的一个佣兵 然后另外一个是满状态的祭司 他选择抓祭司 这里佣兵这屁股倒是真的铁 昆虫这台好像康康能修掉 还有一台应该是墓地的那个佣兵遗产 这边遥控雷 抱一手 过半了以后传送过去把这个昆虫给秒了 或者他等下一台也行 等下一台也行 这里也打一刀 继续拖 皮皮这边有传送 来来来来来 这边炸弹怎么说 这这是五秒弹 能救下来吗 昆虫来了昆虫来了来来打架了 震射 完了 四抓 Oh my God 震射 这把皮皮的邦邦跟之前低宝那把雕刻一样 真的是天神下凡 你就感觉前期其实没什么优势 虽然说这把的话皮皮前期劣势到不是很大 但也不见得有多大的优势 这边的话昆虫机子强行点亮 这里皮皮好像是没想到他这边会修机 那就看回忆这里能不能拖 回忆这边好像是有一手博命把他想救 但是皮皮这边是传送啊 这里得往回 然后去跳地窖 两连弹加一颗遥控雷能收 这还真的只能看脚步了 而且好像他是知道地窖的位置吗 A刀整射 四抓 那留给微博需要一个必须四抓的局 我们稍时休息 看双方的第三局下半场 看双方的第三局下半场 看双方的第三局下半场